但你要做夾沙肉的話 要肥一點 肥肉多 因為豬油叫什麼 叫冰肉 冰肉 冰肉的冰嘛 冰是透明的有沒有 所以你要把 那個肥油真的透明 就像冰一樣 所以一定要用肥肉 那五花肉你選的太瘦 那個肉會硬掉 比如說黑毛豬 比較厚的 它油就比較厚 它中間那個瘦肉就比較嫩 就用肥肉皮 跟中間那個瘦肉 就是玻璃肉 玻璃肉下來一點 再一點油這樣就好了 最下面那個什麼紙牌那層肉 瘦肉都割掉 割掉不要 不是丟掉 做湯 燉湯 炸都可以 好 這個肉好了以後 你的整片肉 下水去煮 因為扣肉的基本法 就是要把它先煮熟定型 煮熟的話 一大片肉 煮大概五十分鐘 一大塊 你不能煮生 生扣出來它會縮 你知道還是吧 我知道了 就跟有人在問 為什麼有的牛肉麵 是很方整 有的牛肉麵的那個牛肉 是Q起來 就是跟你生下鍋 跟熟下鍋 有差 所以你這樣煮熟了以後 撈起來了 抹一點那個蜂蜜 或是抹一點那個 醬色 皮 抹一點醬色 去炸 炸皮就好了 油不要太多 油要熱 下鍋去炸 把皮炸得蓬起來 皮炸起來以後 熱水泡一下 把那皮讓它脹起來 脹起來以後 冷水讓它漸漸 把那炸的油 那髒髒的刮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以後 你就是扣肉是一片一片切 大概都是0.8公分的厚片 但是夹沙肉是蝴蝶刀 雙飛刀 你在切的時候就是 一刀斷 一刀不斷 一刀斷 一刀不斷 也是0.8嗎 因為它是兩片做一片 所以大概0.6到0.7 兩片就是一點幾公分 你是從瘦肉這裡切 皮那邊不要動它 皮維持完整 皮才會漂亮 這樣切好了以後 你寬度大概 8到9公分 就那一條 五花肉大概8到9公分去切 0.6公分兩片 合起來的雙飛刀 好了以後 你把那個豆沙 你就是買現成的 或是有一期來講豆沙 就紅豆磨磨出來 那個沙去炒的 豆沙夾在裡面 夾好了以後 就扣 扣的時候 因為它的皮 你要像印章一樣 有一個正反面 皮這樣一片 一直疊上來 你扣上來的時候 你就看得到皮 你看一片一片疊上去的話 你皮被肉遮住了 翻過來就看不到 就不好看 切好了以後 折過來以後 倒扣 它皮就在下面 你扣上來會看到皮 大家知道扣肉是什麼意思嗎 扣肉就是要用一個碗 一個碗公 你就要設想 漂亮的那一面 就要貼在碗公的底面 對不對 所以要設想要扣出來之後 就有那種一條一條皮 很漂亮的紋路跑出來 所以一開始在排的時候 腦袋裡就要有這樣子的想法 我已經夾了豆沙了 我排進去了 豆沙好了以後排進去 排好了以後 你就把那個糖撒上去 還要撒糖 因為五花肉沒有味道嘛 糖撒上去以後 豬油 桂花醬 桂花醬 金桔 金桔 客家叫金桔餅 茄子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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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子餅有一個果香 會除那個膩 桂花醬也有一個桂花香 就撒上去 酒量水跟酒量 放一點進去 就放在糖上面 再來我們那個做八寶飯那個 糯米 糯米你就是1比0.8的水 就不能1比1 1比1那糯米會爛掉 那糯米又好吃 你不要煎著糯米 像蒸油飯那樣一粒一粒 那不好吃 你要把水 米1水0.8 你一杯的米 0.8杯的水 把它蹭好了去蒸 蒸30 40分鐘 蒸出來以後 軟如軟 好了以後加糖 豬油 桂花 酒量水 去拌 所以荊棘餅也是放在裡面對不對 荊棘餅是放在糖上面 糖上面 拌好以後 把那個熟糯米 甜的熟糯米 就鋪在那個扣肉上面 然後去蒸 蒸3個小時 蒸3個小時這麼久 3個小時 那糖就密到那個肉裡面 那個肉就像冰肉一樣 就變有點透明